中聯辦 中聯辦自回歸以來 首次舉行官式記者會 副主任李剛在席上談笑風生 對記者的提問罕有地有問必答 中聯辦的前身是新華社 九九年底才改名 主要職能是聯繫駐港外交部和解放軍部隊 協助管理在港的中資機構 同時反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等等 中聯辦雖然以聯絡辦公室的名稱在香港運作 但一直以來 他最廣為人知的身份 反而是他作為中央駐港 一個非常神秘的權力機關 去年年頭 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兒寶的兩支管治隊伍論 在香港引發一場 對特區政府和中聯辦兩個管治權力中心的爭論 自此越來越多遊行示威的目標 由中環政府總部轉到西環的中聯辦 今次中聯辦歷史性感高調走到台前 接見不少仍然是支聯會核心分子的民主黨議員 意義重大 如果去見民建聯 那是不是又是第二支管治隊伍 又是干擾香港的事務呢 所以如果他只是從事一些聯絡的事情的話 去見面 去大家溝通 去表達意見 完全不涉及任何權力的事情的話 根本連管治都談不上 有人要求我在2012年進行雙普選 這個是違反了人大的決定 我是不能夠做到的 我要普選 我要普選 特首曾任權尋求連任的時候 講過希望任內可以徹底解決普選問題 和香港一起玩鋪勁 但是沒多久 就只是強調特區政府無權處理2012年後的政改問題 李鋼在星期一的記者會上 也都親自證實這個說法 如果這個處理就不通過 我想是沒有道理的 一而再再而三 又說香港沒有剩餘權力的問題 又說香港有多少權 中央有多少授權 香港就有多少權 一直講到現在 突然間沒有任何的解釋 就收了這個 這個鄉特區政府的規劃權 我覺得這個做法不是一次半次 而是不斷地這樣做 這個做法是很不健康的 這次會面被形容為破冰 是因為過去21年 民主派和中央一直沒有辦法談 但是其實之前雙方的關係不錯 一直都有溝通 經常上去開會 當時經常收到新華社邀請去酒會 飯局 因為內地有人下來 很多時候就聘請 是無數那麼多 一路就去到八九六四 轉捩點發生在八九六四 港年 李柱銘、司徒華同時退出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議事抗議 以他們為首的民主派和中央關係 誓成水火 不少民主派議員 更被沒收回鄉證直至現在 隨著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就香港的民主發展出訪美國 中央官員甚至批評他是賣國賊 雖然中央視民主黨為麥露人 但非正式的收封、裸料 其實沒有任何問題 沒有停止過 在2005年曾經有一次破冰的轉機 當時曾蔭權帶領全體立法會議員 訪問廣東 拜會政治局委員張德江 民主派議員當場向他提出普選 和平反六四訴求 張德江以話不投機半句多回應 之後幾年 民主派其實都有幾次機會回大陸 包括在深圳和全國人大 副秘書長喬曉陽討論人大釋法 到四川考察地震後災區的情況 和參觀上海細博等 但劉慧卿始終覺得 這類形式的溝通意義不大 見他當地的官員 其實他也有份稿要讀給你聽 這樣反而讀完已經差不多完 即不是大家可以坐下來去談 即今次去中聯辦 因為我們最少坐下來 談了兩個多小時 我們講我們的他講他的 大家有得對答 這樣都算是 我覺得 而且我們真的講到很窄 只是主要講政制 有分析認為 這次破冰回談的意義 在於中央以新思維 調整以往對民主派的策略 即是無論你喜歡與不喜歡都好 香港一定是有六成的選票 求了一些所謂政治上面的反對聲音 究竟我怎麼處理 和香港裡面一些政治上面 反對派的關係 是全面封殺 還是可能他肯定一部分 然後排擠一部分 就希望能夠改變香港的政治格局 你可以說這個是分化的手段之一 但也可以說它改變了以往那種鐵板一塊 不過中聯辦今次繞過特區政府 直接安排和其他立法會議員會面 難免令人感覺中央插手管治香港事務 正式浮上水面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而沒有說一國兩制由中聯辦來治港 所以我們要消除這樣一個誤解 現在就是中聯辦出來幫香港政府站台保台 我覺得這種發展 我想請北京高官的領導想想想 這樣長遠來說 對北京的信用有沒有好處呢 長遠來說對保持香港一國兩制有沒有好處呢 在政治上來說 見面好過不見面 溝通好過不溝通 直接好過間接 如果我們常常都要通過一個中間人去傳話的話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政治常態 正式開始我們的記者會 這次相隔21年的破冰會談 最終可不可以為香港人爭取更多民主 現在還是未知之受 有份參與談判的劉慧卿 就一點都不樂觀 你想想為何他會給你 就是想不到 即共產黨突然間今早睡醒 以為是呀 香港都應該有民主 不是這樣 我的感覺就是中央一定要管香港 所以 好像李剛最近這樣說 為何不是中聯辦辦事 現在 根本就是中聯辦辦事 你看就算是正改方案 為何要進新華社見李剛 而不是見特首或林遂倫 根本就是控制著香港所有大事 所以如果說這個溝通 其實已經付出很大的代價 已經不是港人治港